他名叫韩太吴 因某些原因转到了马周县 马周县坐拥全国排名前十的大公司 公司老总三公子 强人夏 是个不被带见的私生子 太吴刚安家想找兼职 偶然撞见人夏在偷便利店的货 店主也发现了 但由于公司影响力 他没敢吭声 就这样被两人无视了 人夏心里挺不爽的 故意在太吴路过时 又偷了卖水果老奶奶的东西 然后嚣张地找事 太吴刚到马周县 心里虽然很不爽 但他还是决定忍了 但人夏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故意挡到找麻烦 可太吴对他说 其实大家都看见了他偷东西 没人吭声的原因是 大家都当他透明 这话让人夏火冒三丈 他迅速拦下要走的太吴 太吴心里明白 人夏这么做 只是想引人注意 他建议去偷点大件的 不要老是欺负小贩子 这番话正戳中了人夏的心事 但这也点燃了他的斗志 第二天 马周高中开课 碰巧太吴和人夏 分在同个班 这可真是绝了 人夏能随时找太吴麻烦 就在大家都认为 太吴会忍气吞声势 他拿起自己的餐盘 重重地摔在人下面前 然后一脚踢翻了桌子 两人立刻开始互打 人夏接受过专业训练 成功痛打了太吴一顿 幸好教导处长赶到现场 才阻止了打斗 人夏很快通过家里的势力 从办公室脱身了 太吴晚上回家时 突然收到一通匿名电话 随后狂奔向寺庙方向 他妈妈原来是马周县人 妈妈 得赶紧跑 晚上太吴让妈坐上了长途车 心里实在是不舍 那通电话 竟是爸爸在监狱里打的 他让手下去找妈的下方 得弄清楚一些误会 在回家的路上 太吴经过了一间拳馆 巧遇无聊的人夏 人夏调侃 他不会是来学打架的吧 没料到太吴毫无表情问 你们拳馆交不交杀人数 人夏立刻兴奋起来 决定免费传授太吴格斗技巧 不过得先打赢他 人夏的拳头 如雨点般落在太吴身上 比赛立刻没了悬念 但就在此刻 太吴一看人夏 立马想起被囚禁的老爸 增加抱妈妈 打小的他 那情景脑海中重现 委屈不甘还有怨恨 令太吴理智崩溃 一冲动就把人夏摁倒 狠狠地拳打脚踢 差点没把他勒死 很快他就回到了现实 借助这股怨气 太吴得到了人夏的肯定 可这俩人就像小孩 互不承认是对方的朋友 第二天 卷毛不知哪儿听来的 说太吴爸 害了太吴妈 意思是 太吴是杀人犯的娃 一下子让同学们都慌了 人夏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他质疑 卷毛是不是也在笑话 他是私生子 看似转移众人焦点 其实是在暗中保护太吴 哪知太吴毫不领情 直言对这是毫不在意 两人接着上了天台 太吴直言 那个人并非他亲吧 妈妈装死之后 继父背叛 现在坐牢 人夏听了 完全不感兴趣 这会儿 太吴说 咱俩做朋友 更确切点 就是搭档 他可不愿 整天只跟些低层人混 得利用利用人夏 把他当作往上爬的绳子 至于条件吗 太吴能帮人夏 得到他想要的 人夏不明白 他哪来的底气 太吴直说 自己聪明得很 全国独此一家 百分之零点零 以后他就规划好了 这样 两人能实现愿望吗 想逆境上游的土制勺子 和过着舒适生活的金勺子 一起对同一个女孩心动 没想到 女孩的志向 跟土勺子一样大 原来太吴和人夏合作之后 转眼就过上大学生活了 他经常留意 对面公寓的女孩 太吴平日 把学习资料 考到U盘给人夏 而人夏帮他找了个 做家教的好差事 说白了 就是弄好人机网 这回是人夏同父异母的妹 在另一边 夏总裁要开个未来战略部 谁当科长还没拍板 那天教授 让太吴去办公室谈点事 讨论他写的论文 之前教授 接了夏集团的一个计划案 正好符合论文讲的 这都在太吴预料里 他认为 夏董事长要在各领域投资 给新设个科室 教授提出要买论文 价钱随他开 这份报告的价 我得为将来留着 太吴明白 教授其实是帮夏师挖人才的 他一离开 教授立马给那个神秘人通了电话 说太吴绝对是个新势力 这位神秘人 其实是夏董的助理强承喜 出了办公室 太吴看见对门住的女孩 却没主动答话 反而女孩先问他为啥装不熟 毕竟他们不仅是邻居 还是一个专业的同学 够让太吴清楚 自己是谁了 我名叫罗慧元 中午的时候 太吴和人夏在食堂吃饭 他再次看到慧元 不由自主多看几眼 这动作正好被人夏看到 也跟着看了过去 还猜出兄弟喜欢慧元 没想到 平时冷酷的太吴突然害羞 匆匆离开了食堂 看到慧元那模样 人夏觉得太吴挺有趣 那晚太吴去他教课的地方 碰上的 正是强承珠的女儿 强西珠 应是朋友推荐 西珠很快跟太吴熟了 甚至还有点崇拜他 是教完 太吴就被强加定为补习老师 回到公寓时 说起了慧元 他家在哪 你怎么啥都知道跟踪啊 我对他真有意思 太吴没说话 有人离开了公寓 一回到出租屋 就看到隔壁有个人 一直在敲慧元的门 慧元在屋里 却像没听见似的 认真读书发现 原来他是慧元的妈 哎这是为了要钱 还不要脸的说 要不是生了慧元 他怎么能上韩国大学 带着这光环 慧元被妈这么一推 正巧和太吴对视 不知是尴尬 还是羞耻 他一个人搬出了租的房 正好被太吴看见了 恰巧这时候天 开始下雨了 稀稀利利的雨滴 打射会员 寒冷透过衣裳 直冷到心底 正当此刻 一把伞 突然遮在他头上 撑伞的竟是太吴 之前装不认识 是怎么一回事 就跟你刚才一样 太吴叫住要走的会员 邀他供喝杯茶 俩人靠在便利店门口 谁也没有说话 就这样安静地听着雨声 第二天 夏总的太太 为孩子铺路 逼着人夏 放弃股份继承权 这么做就能维持现状 不必忧心经济问题 其实这是早有安排 新科室还在计划中 但从热议和关注度来看 等于传承计划的设计图 夏夫人肯定会上门 要人夏签放弃继承的合同 要想混进集团 首先得放弃 那天晚上 人夏在便利店遇到了会员 就把他和太吴 带回了他的公寓 这让太吴有点嫉妒了 哥哥对自己喜欢的人动了心 选择真是个大问题 回租房的路上 会员主动提出单独见太吴一面 其实他能猜出 他为啥总围着人夏转 人夏就是跟黄金链 你为啥带我来这 因为你跟我 很有想法 原来会员跟太吴一样 野心勃勃 谁知道人夏已经到了太吴家 他还记着自己没告知会员家在哪 能帮我下马 接下来会发生啥新情况呢 意外的是 剧里最心机的是女主 原来会员求他帮忙改变命运 可太吴坚决地说不 他只想彼此不相干扰 可是在回家途中 太吴好不容易压下心头火 因为他对会员有好感 这里纠正下 西珠是二姨太生的 和人夏是同父一母姐妹 他请求爸爸周六请人夏来家里吃饭 大儿子立马反对 但在西珠撒娇下 董事长高兴地答应了 话音刚落 二姨太悄悄建议董事长女儿 可能只是随便一说 但董事长明确表示 家里的事他说了算 还传出消息 他发现逼人夏 签字放弃继承权 不等二姨太解释 便直接给私生的人夏打电话 被邀约的人夏懵了 由于是该开心还是害怕 连太吴也意外董事长 行动比想得还要迅速 因此觉得这人真是冷酷 由于二姨太擅自对人夏动了手脚 所以董事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通过他来获取放弃继承权的声明 还要表面上对人夏示好 其实就是要教训那个自作决定的二姨太 所以董事长的和善态度 可能不会维持太久 估计只是暂时的 太吴建议人夏 明确自己的位置和底线 以后也不会奢求什么的人 剩下的人自有打算 那天晚上西珠打电话给人夏 说是他争取到的周六家宴 作为答谢 请妹妹享受海鲜盛宴 两人刚坐下 他发现服务员竟是会员 立刻向西珠说这是他朋友 西珠对哥哥的朋友感到好奇 那也肯定认识泰吴对吧 我知道他 我也不爱身边有别的女人 会员这话就是双关 可以是泰吴也能是人夏 吃完饭西珠走后 人夏特意回饭店找会员 为妹妹不礼貌道歉 会员明白 他意图 直说自己没空恋爱 谁能想到人夏竟然说 他愿意出钱买会员的时间 可那提议被拒了 画面一切换 泰吴跟会员在公交上邂逅 会员好奇一年时间值几何 泰吴虽不知道确切价钱 却觉得价值不菲 于是觉得别浪费时间闲聊了 不如好好休息 更划算 会员现在心里已经动摇了 周六办的家庭聚会 人夏一进老宅门 长子就开始找茬 他硬是没发火 但西珠就不乐意了 直接咬了长子的手指 闹哄哄的声音 招来了众人 二姨太说 这次的不高兴的闹剧 就是因为 人夏不该来 如果听明白了的话 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人夏被请出去的 消息就传到了董事长那里 另一边 大哥还在得意 自己刚的举动 因为他找到了一个 正当理由赶走人夏 还想着 二姨太肯定会感谢他 同时 人夏告诉太吴 自己倍感的事 太吴倒觉得这 反而是好事 免得再受侮辱 他打算好好培养出 董事长的三公子 另外 计划里的二公子 已经见了教授 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 那晚 因不满大家对人夏的做法 西珠气呼呼地走了 老板生气地责备大儿子 怎么能把他请的客人给撵走 得好好想想 咋惩罚他 在另一边 二绳子追上西珠 给了他一巴掌 还告诫他 女儿别再任性行事 西珠心里当然不甘愿 气冲冲地就跑出家门 接着给太吴打了电话 没多久他俩学校见面了 正好被偶遇的会员发现了 西珠急忙站起来 声明所有权 话还没说完 人夏就来接他了 于是 会员提议 搭个顺风车 四个人便一起到了小区楼下 西珠感慨 太吴和会员隔壁住着 同时察觉 哥哥对那个姐姐有意思 同时 二姨太在管家那儿得知 西珠老提人夏 是他介绍的新补课老师 随后太吴收到了短 信 他被炒鱿鱼了 你愿为了灿烂未来 舍弃爱情 还是会选择完全相反呢 原来人夏把妹妹送回家了 这时候 西珠已对太吴情根深重 同时 会员跟太吴又坐在便利店前头 他想知道 十年后 他们会变成啥样 太吴觉得 二人记住自己的目标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目标里没人夏怎么办呢 我明明说了 我不会给你和人夏搭桥的 第二天 西珠一听 补习老师换人了 马上到学校找太吴 问他怎么不跟自己说一声 正好被会员撞见 我告诉他 我喜欢你 太吴一听 立刻用手机给管家打电话 说要把多出来的补课费退回 其实就是在告诉人家 他被炒鱿鱼了 他们之间仅仅是雇佣关系 西珠知道了太吴的真心话 感觉整个人都变了 表面冷冷地和太吴说了再见 不过一回头 就泪流满面 他那初恋 连萌芽都没来得及 就已结束 另一边 会员特地在太吴 面前现身 觉得他对西珠太不闻不问了 你平时关心过别人吗 没有 可看你的样子 这事儿似乎不一样 会员建议太吴把西珠 看作是逆境中的另一种可能 意思是 想要利用那份喜欢 但太吴不愿意伤害无辜 俩人的对话 被躲在窗帘后的人吓听去了 他一时间没搞懂 会员究竟想要啥 另一边 会员妈偷走了黑帮头目的五千万 然后就消失了 第二天 那头目就领人找上了会员 这一巴掌 彻底惹毛了黑帮老大 他正要出手 结果被太吴拦住了 恰巧这时候保安走过 黑帮老大就威胁会员 说要晚上去他家好好聊聊 说完狠话带人离开了学校 太吴带着会员到大教室 叫他找个地方躲一躲 谁知会员一点也不怕 他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但他从不躲不闪 因为一旦逃避 就像默认了那女的是他亲人 太吴没再多说 悄悄地走出教室 同时 人下知道会员被欺负 急忙给他连环电话 会员却始终没接 他在犹豫 是不是要追寻真爱 还是去拼一个灿烂的未来 这时候 太吴已经到学校门口了 心里牵挂着会员 便死命地往回跑 而人下怎么也联系不上会员 像疯了一样 四处找 太吴一回到教室 正巧撞见人下跟会员接吻 会员发现了不远处的太吴 俩人感情就这么擦肩了 那往会员打点好行李 正好碰上走来的太吴 他说要先到人下家住 不要走 会员不懂 自己留下能有啥不同 对两人似乎还是无所谓 谁知道太吴会不会后悔呢 我绝不会后悔 抱歉 我一定会懊悔 会员明白 太吴渴渴望改变命运超过所有人 如果他们就这样安逸了 啥变化也没有了 他得走 看着会员远去 太吴心里特别难受 会员在公交站等车时 耳边总是回荡着 太吴承诺无悔的声音 他又折返回去 敲了敲房门 正好那会人下来了店 感觉只要太吴接电话 会员就会消失 太吴最后接了电话 会员听见屋内响动 一直没人开门 默默地走了 转眼五年过去 人下公司里升了职 太吴成了培训小组组长 咱俩的游戏 现在才当当开启 新员工第一天上班 董事长就把他吵了 就因为他太能干了 最初太吴被指派领导新部门 五周年庆的那天 董事长把他单独留在了办公室里 提了个看起来不怎么重要的问题 在你心中 我算个怎样的集团老板 或者你心目中的老板形象 像我这样吗 太吴直言不讳地说 确实 言下之意就是 他不算新部门的老大 听这个董事长 立马把太吴吵了 以后你会找到我的用处 董事长已经看清楚了 太吴能爬那么高 全靠教授的帮忙 还有新部门这五年能壮大 其实是他自己的功劳 但太吴还是说 自己辛苦打拼的 就是新部门 市值才三十兆韩元 老实说 没他也行 想把新 部门建成全国前五大公司 董事长承认太吴挺能干 就是不待见他 故意挑起他老爸的事 冤枉他老爸是凶手 还真是能人所为啊 提醒太吴突出的石头 容易被拔 敌人会更想知道他的底细 但太吴不这么看 难道清白的人 就不可能是有罪的魔头 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决定今天提交辞职并离开 但董事长提醒说 胆大妄为的人 不是因为失去了 一刻的平静 就能立刻放下 反而是在转眼间的安宁里 全盘皆输 毫无狡辩的机会 他盼望太吴日后 别被人识破心思 自己面前也是 想留下 得先懂得掩饰真我 原来董事长 之前在指点太吴 又因为他非常需要能人 当然 他掌握着这些人的把柄 庆典一结束 太吴看着教授 推测他 应该马上就会被退位 毕竟用完就得丢 人下担心的就是 教授被撤 次子将要管理新部门 太吴对他说 如果次子想要掌控集团 那新部门就是 到达那个目的的快速通道 因为新部门汇集了 公司的财力中心 还负责所有分支机构的管理 画面切换 太吴作为史上最年轻的 董事长助理 跟随董事长整整五年 五年后的某天 董事长突然晕倒落水 二姨太和二儿子 大儿子和儿媳一听消息 立马赶到医院看望 真没想到 老板居然在沙发上吃着午餐 他们几个看起来好失落 好像急着看他挂掉似的 而且他们还留意到了泰伍 都觉得他巨凡人 自打成了秘书 就跟董事长形影向随 董事长对他信任有加 让这四人极度不已 另一方面 董事长开始拉拢金先生 这位候选人 皇家项目快开工了 他上位就能顺畅推进 去年这时 董事长跟泰伍透露 要在南朝鲜再造个国家 价值几千亿的巨型项目 第二日 二儿子跟赵姓竞选者会面 俩好像达成了协议 哪只头上的摄像头证 实时监控着 有人偷了高尔夫球场的监控数据 注意到了次子的打算 他马上复制了视频 与此同时 泰伍拿到了监控文件 看完后 赶紧把情报告诉了人下和会员 人下不懂 次子为何支持赵后选人 对新部门和皇家项目 有什么目的 正在那时候 记者会员得知密文 一二竟是青瓦台特邀 换句话说 他跟赵后选人搅一块了 为夺权早就准备得差不多 五天后 赵后选人真的就赢了 董事长听后 差点没气爆 一怒之下 老毛病又犯了 泰伍赶紧取出急救新丸 寒舌下后 才渐渐缓过劲来 董事长明白 那赵姓仁一当选 准添乱 到时候搞建设的部门 肯定找查 他们想拆散我们集团 被甩了 还背后算计 多心机啊 早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董事长让泰伍 赶紧查出幕后黑手 先说一下基本情况 会员是人下的女友 还没见家长的那档子时 讲正事 董事长把所有钱 都砸到皇家项目了 要是搞砸了 就得背着贪污的名声 会员建议查一查辅佐官 因为让次子当嘉宾 不是赵后选人提的 而是吴辅佐官的主意 第二天 会员从吴辅佐那知道了 晚上他要和几个同事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吴辅佐说 非得把董事长赶下台不可 再把项目计划 交给次子负责 他们乃知道 自己的对话 一字不差 全被监听了 原来会员提前用钱 打通了饭店老板娘 然后在隔壁偷听 并记录了他们的对话 现在很清楚了 次子想要利用赵后选人的力量 打算让父亲下台 接着把新部门独立出来 还包括能源化学 信息通信 物流服务等六个分公司 换句话说 就是带走精华 剩下的都成了空壳 这样一来 人下怕咱们赶不上别人的进步 不过泰伍觉得 咱们肯定能赢 赵后选人 只是刺激他的手段 董事长用来掉次子的吊儿 这角色已经奏效了 所以听我的 赵后选人和次子 俩人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 只要我还在这 韩国财阀老板突发心脏病 他二姨太冷眼旁观 不伸援手 只为了让自己儿子上位 原本太无跟人下沉默 自己在就不会让次子得逞 第二天他立马找到十九 那位电脑高手 因为十九发现了 二姨太的集团给 非洲难民组织捐款了 同时 二姨太向董事长所在医院的院长施压 他成功打听到 董事长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就在那个晚上 泰伍跟董事长报告说 有人冒用赵后选人女儿的名字 在西班牙圣塞巴斯地安海边 买了一座大别墅 还看到女儿账户里 净了五百万美元 这笔钱原本是 给一个帮助非洲难民的机构 假装发放救济款 董事长立马意识到 是二姨太干的好事 得到新部门的人 就握有了公司的生死权 他这么做 无非是想撑腰自己孩子 尽管新单位确实关键 但泰伍感觉 董事长更应担心的是别的事情 后次子把赵后选人送走后 二姨太找来了之前董事长的秘书老崔 假装让他们俩相见 其实母子有另一打算 表面上是同情老崔 因为泰伍取代了他的职位 借此机会 想亲近他 实质是要挖密尔顿律所的秘密 目的是告发董事长的贪腐 老崔一听立刻就拒绝了 可是二儿立马叫住了他 提醒不要再当老头子的患伴了 只要他俩一起上别提密尔顿律所了 到时候 直接给老崔弄个韩国头把交椅的律所 这才叫真正的老大 没想到那晚十九 就黑了二儿的手机 还发现了他俩的暗中话 接着他把详情告诉了泰伍 泰伍整晚都在琢磨 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对策 次日一大早 老崔急忙快递了个U盘 给小儿子 里面存的全是董事长行贿议员的证据 当然 这些证据早就被十九拦下了 密尔顿是我软肋 你打算拿这个来逼我吗 泰伍直说 没这打算 但密尔顿单是一个人 就能成为董事长的死穴 他一边说 一边递来照片 那人竟是密尔顿 现任律师长老崔 另一头 二姨急催儿子快和赵候选人打好关系 只要能坐上董事长位置 连总统都能随便换 董事长沉思后 让泰伍给老崔打电话 顺便说下 人下向会员求婚了 会员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因为计划得逞他 就能当董事会老总的儿媳 与此同时 董事长让律师行的人来一趟 吩咐他们处理新部门归我们管理 可能导致的法律问题 这是特别机密 防止信息外线 得先收起所有人的手机 保管好后 老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知道这事儿 对二儿子太打击了 不快点告诉他 自己也得遭殃 第二天早上 二儿子告诉妈说 老崔刚说 董事长抢了新部门 我觉得 得使出那一招了 董事会上 董事长宣布 新部门归他直接管 提拔二儿子当集团 券商的总经理 人尽皆知 这分公司黏黏赤字 提拔不过是降级 可是检方得到匿名告发 控诉董事长失职和贪腐 于是 检察官就把这活 给了急于证明自己的小方 与此同时 二姨太拿着手中的把柄 逼董事长下台 小方带搜查令来公司时 刚好碰上 这两世一来 老板的心脏病突发 他急着要吃药 结果直接倒地了 药瓶滚开了 二姨太看见 下意识走过去 想去救他丈夫 可他又想到儿子 心里犹豫不决 最后他没去捡药瓶 直接挺身 牧送丈夫抽搐不止 头也不回地出了办公室 此时董事长尚未断气 二姨太乘电梯离场后 紧接着又有人进了办公室 蹲下拾起地上的药瓶 侧目审视着董事长 此人正是泰晤 他将如何选择呢 二姨太取出多年封存 对老公不利的秘密证据 要他把新成立的部门 交给他儿子 董事长搞不清 是小儿子的意思 还是二姨太的主意 二姨太干脆明说 老公那些见不得人的事 他一个都没露 全记下来了 既然这么想损纳皇家项目 我得把他彻底摧毁 我绝对要亲手毁了他 董事长本来要发飙 但突然觉得心口疼 只能装镇静说回家再聊 站起来想去拿宿就心碗 二姨太马上跟上 警告老公 为了儿子 他敢做任何事 把黑料一扔桌上就想走 结果刚出门没两步 接了个电话 二姨太马上告诉老公 我是想亲手干掉你的 不过除了我 还有人想要你命 小方检察官带着搜查令赶到公司 立马开始封锁部门收证 董事长听闻直接弃诈 急忙在办公桌找急救药 刚想打开门 结果砰的一声摔倒了 二姨太却默不关心 不意会泰武走进了办公室 他发现董事长的求救目光 马上打了120 与此同时 小方接了领导的电话 通知他终止行动 因南朝鲜法律规定 犯罪嫌疑人昏迷了 检察官得停止调查了 很快满屋人挤进病房 大家都在互相责怪 对老头子做了啥 没人真心在乎病人怎么样 这时太无尽来了 告诉医生 叮嘱了董事长得敬仰 建议大家暂时都回家去 他这么一说 二姨太一家就先走了 可是长子开始恨上了父亲的这位秘书 在另一方面 老二队除了自家外的事 一无所知 除了老崔 没人掌握希尔顿的秘密 二姨太坚信肯定是敌人所为 结果发现匿名举报不关他们事 二姨太嘱咐儿子要把握机会 赶紧叫集团高层开紧集会 争取董事长的位子才是正路 这边太无头大了 所有计划都得在董事长头上转 他现在昏迷得厉害 怎么办好 突然人下发了个短信过来 他们俩在医院门口见面了 太无跟他说 董事长还没醒过来 医生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能醒 人下不懂自己之前 还满怀信心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计划泡汤了 但太无坚持计划没废 现在必须确保 人下稳如老狗 否则就真的可能会功亏一篑 总而言之 不管怎样 一定要自信 人下知道 目前别无选择 只好再信太无一把 这就说两件事 长子打算拉拢太无 但太无没答应 这家伙太气愤了 直接打了他的秘书 让秘书记恨在心 接下来 太无告诉会员 现在只有人下能帮他 如果我也变成 能让你做啥都行的人 太无立刻反应过来 他们要结婚了 看来结婚是会员的目标 会员也没多说啥 那晚 太无急忙跑医院去 到了病房 董事长人已经不在了 我来了董事长 这一切 原来都是太无安排的 董事长知道 老崔背叛的那天 立马叫太无 把次子找来 但太无这次 第一次反抗了他 追问来了咋办 撤职 软禁 如果他还不醒悟 该咋办 董事长很机智 既然太无能提 肯定有招 太无说得一次性倒定 不能留后患 得把潜在问题提前解决 计划 先从匿名告董事长开始 得先走一步 这么一来 他们就没法再报了 其实太无 已经找好了个检察官 小方从警戒来的 背景一片空白 董事长知道 这种人最渴望的 就是通过破答案来出名 那字包在太无计划中 应该怎么办呢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你只需保持沉默即可 一切照旧管理密尔顿的 律师事务所 老板特别高兴 问太无要什么 我遇到最大的打击时 请老板伸手援助 董事长又问谁该寄人 太无回答 是三儿子人下 他将替董事长背黑锅 变成必要的恶角色 能帮爸爸干两个哥哥 干不了的活 用完了 直接丢掉就行 董事长最后还是觉得 太无挺对的 但附加条件是 不能对集团暴私心 第二天 太无找到了 整叶玫瑰的人下 坦白了董事长假病的计谋 这让他气得直接上前一拳 追问为何不早说 太无没火 爬起来承认情况不许 一旦出乎意料的是发生 最起码得先保住人下 才能重头再来 可人下却认为 太无总是说 为了他 难道就没有自我吗 但太无坚定地告诉他 自己的存在目的 就是要让人下 回到董事长家 成为三公子 机会已经成熟了 老爸找他谈话了 同时 二姨太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开了个董事会 讲到董事长病假期间 按规定他来顶替 但觉得自己才输学浅 因此 推荐自家儿子临时接手 与此同时 十九动用技术手段 把证券公司原有的好处 改成每人一千股后 公司的员工立刻闹腾起来 股价一下子跌了30% 然后监管机构紧急召见了他 怀疑他故意操纵股市 直接亏了114兆韩元 但所有的功劳 全都记在了人下名下 董事长竟然自作主张 让公司名声受损 起初的原因是啥呢 人下说 那只是打招呼的小礼物 给我礼物肯定是有求于我 你想要啥 其实太吴之前就提醒过 跟董事长说话不能犹豫 否则游戏就玩完了 人下按预先的计划 要了个名分 希望老八正式承认 他是自己的儿子 董事长转过身 从柜子里拿出合约 名说了签字后 才能继续谈 而这份合约 其实是继承人的协议 人下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名 第二天一大早 董事长主动找到了二一太 直接告诉他中了局 二一太气得要和丈夫拼了 这下次子一家 算是彻底输了 当晚人下身为家人 首次在老宅参加了家宴 画面一转 总裁被查收贿 人下变身推轮以师傅 霸快到点了 依靠太吴他成了总裁三公子 接下来会发生啥 没被承认的私生 一个优盘让背后操盘手 轻松下退 检方放行财罚老爸 还赢得了他信任 金城全民对他的热议飙升 不多人知道 太吴这董事长一出狱 头件事就是找背叛他的老崔 老崔下得赶紧跪地求饶 他却笑着让老朋友起来 还提醒说别让人看见了 还以为要宰了谁呢 至于办着案子的小方检察官 就被牺牲了 领导假借升职之名 把他发配到偏僻的南方去了 接着一条任命消息 让公司里炸了锅 太吴成了新部门的头头 私生子人下便富头 可是提拔太吴的教授 心里不爽 毕竟他之前帮的是次子 以后的日子得看别人脸色 太吴觉得这得看教授自己 是留在原位干活 还是另有计划 是要把敌人留在自己周围吗 我一直没当你是对手 其实太吴真没把教授视为对手 因为对手的是等级相当的 另一方面 二姨太搬到了乡下住 不清楚是不想争了 还是有别的打算 那晚 董事长叫了次子过来 说公司不会处罚他 但要他继续当自己的儿子 不管在哪 只能安分地呼吸 要不别提集团的事 家里对次子 也不再敞开大门 次子心里那个憋屈 明明自己小心谨慎地过日子 想当继承人 牺牲了不少 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他心有不甘 也不打算听从父亲 这些心里话 他没说出来 二儿子表面上听天由命 心里却默默谋划更大动作